titrage Société Radio-Canada 你知道薄耳朵最貴的酒是誰嗎? 其實我要做這一集呢 是因為我在查一些酒莊的資料的時候 突然發現這一個神秘的酒莊 然後呢發覺我竟然還不認識它 就決定去查一下他的資料 所以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偶爾多最貴的酒呢 它既不是極速酒莊 最近出的酒呢也是Vin de France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它到底是誰吧 首先呢這個酒莊名字叫 Liberpater 那中文有蠻多翻成 立白德酒莊 那其實呢這個字是取自於 羅馬的古神話裡面的酒神 掌管葡萄種植的這個神的名字 那如果按照它的字直接翻譯的話 叫做The Free Father 所以其實有那種有自由之心的這個感覺 那立白德酒莊的裝作呢 是Louis Pasquet 他那時候創立這個酒莊 是因為他有一個遠大的夢想 因為他認為現在 波爾多市面上的酒呢 已經不是在18、19世紀 就是古代的時候 波爾多所釀造的酒 那他一直想要回復那個時候 古代的波爾多的味道 那他為什麼會覺得說 現在市面上的酒 不是波爾多原本的味道呢 那時候在1870年代的後期吧 根流牙菌在法國肆虐得非常嚴重 所以呢 久莊就想出了一個方式 就是用美國種的 這叫什麼枕木嗎 Rustock 上面架接歐洲種 就是他們原本用的品種 那關於Rustock呢 以後我會再找機會解釋 那莊主Louis Pasquet 就會覺得說 用美國的根 這會影響到他原本該有的風味 所以呢 他2005年的時候 在Griff的地方 最古老的六個酒村裡面 其中一個酒村 龍迪拉的這個村子裡面呢 買下了一個 從羅馬時期就一直有在耕種的一個土地 然後試圖在那邊還原所謂 他心中的那種古代的波爾多酒的味道 然後在這個2.5公頃的小小的葡萄園裡面呢 他使用生物動力法來耕種 那基本上就是靠他自己 跟一隻西班牙種的羅來種植 然後他的種植方式就是 他不用Rustock枕木 然後呢 他種植的密度呢 也比那個地區的平均來的高 通常平均大概是 一公頃裡面會種1萬顆的葡萄樹 但他種了2萬顆 那在2006年的時候呢 他出產了第一個年份 那2015年是他一個 蠻重要轉變的年份 因為他這一剛開始種的時候呢 2015年之前呢 他是種比如說像Petit Verdot 然後Malbeck 然後Caminere Cabernet Sauvignon 跟Merlot 然後紅葡萄 知紅葡萄品種 然後樹冥均大概在40歲以上 但是在2015年之後呢 他就開始用一些18、19世紀 波爾多地區的古老 快要瀕臨絕種的品種 然後來賦予他們 其中有蠻多個 那我隨便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是叫做 卡斯特 然後第二個是叫做 然後第三個叫做Manson 那他還有一些其他的 我把他列在這裡 我真的完全沒有聽過 然後關於葡萄酒的釀造 是一剛開始初期的時候呢 他是百分之百用法國全新下木桶釀酒 但是 像他最近的這一期 2018年份呢 他就是完全改用桃罐來釀酒 然後希望可以保持這一些原生品種 他們最自然的味道 然後呢 泡皮兩個月 接下來呢 是熟成三年的時間 那所以他釀出來的 他自己形容他的口感呢 因為我沒有喝過 是有細緻的花香 然後呢 有黑色爽脆的森林野莓 然後絲綢般的丹寧 跟悠長的結尾 但是 沒有喝過 真的不知道啊 然後也是因為他非常的強調說 他是最正宗 然後最古法的波爾多的酒 所以其實他有傷害到蠻多 波爾多大廠的一些利益 然後 我看一個部落格 我會把那個部落格的出處放在這裡 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就說他有打官司 因為種植了很多 就是波爾多不被允許的品種 然後他又一直說他自己是正宗的 他就吃上了一些官司 聽說啦 就是 有一次是到了一個最糟的情況 就是他 有五百顆的葡萄樹在一頁之內 被蓄意砍斷 真的很恐怖 所以呢 他算是波爾多 一個爭議的人物 然後跟最天價的酒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他多少錢吧 2011年 在英國一坪的報價是129065 香港2010年的年份呢 是18萬報價 有19萬的 有美國2010年有到20萬的 2015年在香港 這合理嗎 一坪報 一百多萬台幣耶 這個是 這個是 如果你家也有力百得 酒的話 歡迎找寶寶外出品見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給你所有的家人朋友囉 我們下次見 掰 來 一隻西班牙種的驢子 欸 驢子還是螺 我 我瘋了嗎